鲜猪肝 嘿 真好 在家里要溜肝尖 咱们给这个肝切的稍微的 其实溜肝尖很难做 它里头水大 而且你炒不好之后 它就是老 这猪肝咱切完之后 咱们先别着急满味 拿凉水给它冲一冲 凉水给它冲白了 把这鞋子拔出去 三叔的黄酒 这是绝对一拍的 我就爱闻这味儿 葱姜水 盐 因为内脏这东西啊 它不太吃口 别给它加的太咸了 胡椒粉抓匀 看它入味儿 汤非常多 然后咱把汤给它逼出去一下 再加粉 咱们这厨房用纸 稍微蘸一下 咱这笋一般家里买 后面的比较老 咱们给它去了 这前面就非常的 好了之后咱们这个水发木耳 看它应急给泡好了 咱们稍微有的大一点 稍微摆一下 摆一下 木耳也是补铁的 对 这个大上 就更铁了 那就是老铁了 老铁了 这个菜可以改个名了 这补铁菜 溜老铁 咱们切点碗汁在这儿 蒜片 内脏菜 咱们这个葱姜蒜 稍微大一点 豆瓣葱 咱们把碗汁给它对出来 来 菜菜 菜菜 蒜酒 看这儿化不了 这是三桌厨房 地位 生抽 生抽 大概两勺的料 老抽提色 一定要盐味好 好 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鸭鱼内脏的味儿 胡椒粉是个灵魂 对对 胡椒粉 醋 香油 水淀粉 滚这儿咱最好了 猪根抹好味儿之后 咱们加铁粉 分两次抓着 抓匀一点 切火 做油 把油给倒进了 好 锅一溜溜的差不多了 薄底部扒锅 对 三叔叔家的这个厨具 咱们都是吃的 非常顺手 只要好我就用了 这个滑猪肝呢 这个油温 油温不要太高 木耳还有这个水 正常是要拿水焯一下 嗯 那么呢 我们呢 可以直接拿油拉 对 咱们都洗干净了 咱们拿油清香 这就是我们专用 用油拉一下 用油拉一下 这油温就差不多了 来 我们把这个骨干下去 放油锅 咱们稍微轻轻一滑 来 这骨都快熟了 你看这儿咱们要炒 炒一下 这个咱们拉成七成熟 直接先下汁 对 先下汁 来 来 这汁 完美搭档 哎 那这汁都要来一下 猪肝果醋 不是这个猪肝果醋 这油把猪肝一火 现在大明油咱就吃饱了 出锅了 这会儿吃这肝啊 人可能觉得更嫩 有一点小切丝 尝尝尝我们老卤菜什么味道 尝嫩不嫩 鼻肉酱 真嫩 这内脏的东西有的时候吃一点 我感觉就跟普通微量元素似 不是普通一点 我去年减肥的时候 我去年减肥成功了 今年今天就在这儿这个生活也很好 就吃饭了 是我看的网友喊 你喊三桌 要做六根筋 要做六根筋 网友既然点了这菜 也让网友给三叔交个作业 对 网友可以在咱们三叔盘道点菜呗 对啊 因为大厨我们尽量的满足您的要求